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新剧制服造型曝光 青春量力身姿挺拔 人群之中它最显眼 近日网上曝光了一组迪丽热巴新剧的路透照 据悉迪丽热巴正在拍摄的新剧是十月线里剧《公诉精英》 该剧也在央视2022年的片单当中 将于央视八套播出 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证据 迪丽热巴演证据确实让人期待感满满 因为她在近些年来演了太多的偶像爱情剧 满满的玛丽苏情节 即使热巴再漂亮 傻白甜看多了 观众难免产生审美疲劳 而新剧的《公诉精英》是首部 聚焦女性公诉人题材的电视剧 同类型的作品少之又少 在此领域独树一帜 因此一经公开就引发大众的关注 目前该剧已经于3月8日正式开机 由迪丽热巴和同大卫挑大梁担任主演 而且该剧最近正在成都进行拍摄 据网友透露 为了配合该剧的拍摄 成都市皮兜区人民法院也改成了 江城市高新区人民法院 成都的网友们终于有机会看到迪丽热巴本人了 因为人气太高 拍摄的时候也有大量的人群进行围观 因此也有不少的路透流传出来 从网上路透来看 迪丽热巴身穿一身黑色西装西裤搭配白色衬衣红色领带 一身职业装穿搭显得非常干练 而且热巴仪态非常好 身姿挺拔如松 真的很有女工素人的范儿 而在造型方面 不同于平时的散发 迪丽热巴的头发梳成了马尾发 显得干脆利落 青春靓里美得不可方物 而且为了配合公职人员的身份 连妆容也是淡淡的 几乎看不出痕迹 虽然戴着口罩还是能感受到热巴的美丽 无论是制服还是发型 妆容都非常符合热巴的精英美女的气质和身份 也使得她在人群之中特别显眼 哪怕陌生人一眼望去 也是满眼都是热巴的程度 蒋实在的 迪丽热巴的颜值和身材一直被广泛认可 每次她一出现 她的穿搭和造型都会成为网友讨论的焦点 但是对她的评价似乎都停留在外表上 而不是其作品上 虽然近些年来迪丽热巴演了很多电视剧 但都顶多算是热播剧 她目前缺的就是一部大爆剧 本身人气就很高 如果再有一部耳熟能详的代表作 那她90后小花之手的宝座就彻底稳定住了 此次出演公诉精英这种题材的电视剧 对于迪丽热巴来说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只要这次表现得好 演技得到认可 再有高颜值好身材的加持 那以后的戏路就会越来越宽 甚至还能长期跟央视进行合作 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希望热巴能抓住这个机会 期待公诉精英早日杀青 也早日能看到热巴的精彩演绎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